省主市長高鴻安 涉貪一審被判有罪停職 民進團體發起罷免活動 第一階段目前連署書達到一千零五份 即便高鴻安已經退黨 但柯文哲還是互安心切 喊話別把罷免當成政治工具 柯文哲更直接點名 民進黨立委吳思堯和立委吳佩毅 民眾黨高鴻安涉入貪污 柯文哲本人涉入土利儀 不思檢討反而說要來罷免吳佩毅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我既沒有貪污也沒有土利 行的正做的職 我當然不害怕民眾黨國民黨的惡霸 吳佩毅反向柯文哲不思檢討 但除了高鴻安之外 包括高鴻安前助理 有公衛文稱號的王玉文 雖然不認罪 但因為他非公務人員 不法所得只有四百六十六元 兩度減刑侵判兩年緩刑五年 柯文哲也有話要說 我也不敢說 貪污四百六十六元就不用判刑 就是民進黨新的標準是不是很好 那以後就全部比照辦理 過去柯文哲打著新年形象 如今高鴻安捲入涉貪案 遭判刑七年四個月 尺度公權四年 面對司法判決 柯文哲卻拉民進黨出來坦 也不免被質疑新政治這一把尺 是拿來要求別人而不是自己 三連選黃玉凡馬 月文特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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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